台九县三明段道路拓宽工程目前在进行两旁芒果露树的修枝段跟作业 树花改工程处原本预定要迁移到玉里设马乳段 但碍于这笔土地是停车场预定地 因此转向副里乡的罗山村 当地也十分欢迎 也朝向芒果树公园的方向来配合规划 台九县三明段道路拓宽工程正如火如荼进行 其中备受关注的芒果露树移植作业 树花改工程处表示 目前正着进行修枝断根工作 预计六月底之前完成 现在是规划是把所有的两旁的芒果树都迁移掉 那至于说两旁的景观 因为我们这边是特有的重谷田园景观 所以说两旁会是种低矮的灌木 不影响行车的视野 让它景观比较空旷 那在末端会搭配一些部分的光蜡树 那造成景观这种会比较空旷 预计六月底之前完成断根修枝作业 另外也选定暂时前移放置的地点 原定玉里镇马乳地带 却因正宫所规划作为公墓停车场而作罢 丝花改工程处另觅复理乡 罗山九岸西畔 当地居民和农会乐见其成表示 未来可以朝向芒果露树公园的方向来配合规划 我们的芒果树原则上目的会 目前会迁移到复林段的那边有一块空地 那构想是可以当作一个芒果公园 预计将移植约400多棵的芒果露树 苏花改工程处表示 针对每棵移植的芒果树进行健康度调查之外 由于季节性的限制 整个移植作业的计划也要等到下半年度9月份以后 也就是秋冬季节才会启动移植 记者十一欲栏 玉璃镇采访报导